秘密立土 这踏个招 我告诉你啊 你们这几个皇子 自己比赛 比赛谁做得更好 我把你们的名 写在正大公民店 背后 有一盒子 金属哪个大 盒子里头有一张纸条 我有几个被看见 这是一份 另外一份瞧什么 手里滴了 特朗普手里也滴了一盒 我手里也滴了 这盒子走到哪 跟到哪 后来 雍正死了 前路 你那哭 他爸爸呢 张平均 在旁边看 喝了一小时 别哭了 不就找那盒呢 嗯 喂 这日后的前路也给张平均下来 等着安 拆抗家 远民园 把抗批拆了 拿盒里拿 奉天成运 皇帝赵运 看这三个就碰他了 要然前路上了以后 天天收拾张平均 我常当皇上给你会 你不是给我会 你是给圣人下会 我要不操作这圣人 你当回皇上 走 还上呀 皇上说了 两份圣人都对了一块 你才能当皇上 对不起 到了紫禁城 你还得给我会一次 上 上 小伙子 瞧见了吗 这两份圣旨 都是老臣写的 张平均 皇上 日后的皇上 恨死张平均 今天说是张平均 那是下文不提 那是讲乾隆的时候 咱们再说 哎 讲这 秘密立主 谁也不得了谁 当 但是 黄四子 黄五子黄六子 还有黄三子 用这样的二十多九个 但是呢 能当皇上 能当皇上就 黄五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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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上 黄六呢 是一个贪玩 就黄三黄四两个 结果黄三子 黄五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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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能够那些 恨得哥哥和兄弟的孩子混在一块儿 而且他还会给其他的孩子扎针 也能被 后来 黄三子被费 好了 黄五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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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五子